大家好 欢迎收看 海虾两岸 我是桑辰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国民党分别在台北 台中 举行了两场造势大会 均吸引了数万名支持者到场力挺 展现了蓝军大团结的气势 一起来看报道 国民党侯康佩后援总会24号 在台中市举办中台湾实施大会 台湾中部的蓝营首长 民代选将派系要决大团结 侯友宜压轴登场 引爆气氛 主办单位宣布 现场涌入超过6万人相挺 侯友宜痛批 民进党只因蓝营执政 就亏待中台湾的发展 他允诺 未来如果当选 一定为中台湾 拼发展 力争中台湾的选票 我当拼 拼到最后一段路 那就是坚持那条关 我们就要 侯友宜 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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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友宜 在台北蔡英文办公室前的凯道 举办台湾平安 人民侯康造势活动 有8万人到场立庭 现场蓝营重量级人士齐聚 包括党主席朱立伦 前主席马英九 前副手萧万长 前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以及所有不分区民代 加上泛兰的14位县市长 议长 还有部分区域民代候选人 全数到齐 被形容是蓝营空前大团结 人民的期待 这是政党论体的期待 对吗 对 民进党就搞抗中 反中 恨中这一套 这套太简单了 老狗玩不出新把戏 年纪的朋友 一定要出来投 只要我们愿意出来投 我们共同争取每一票 最后 会让大家见识到 最团结的男军 此外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国民党各主要县市首长 也抓紧时间 为侯友宜和参选的明代 站台复选 台中市长卢秀燕北上台北 台北市长蒋万安 挺进艰困选区 贪污腐败 甚至桃花四季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野党一定要集中力量 要有一个强大的在野党 才能够制衡 我看得出来 他们眼神透露出 政党轮替的渴望 绿营执政引发的民怨 越来越多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超过25个劳工团体 日前集结 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秋斗游行活动 游行最后一天 劳工团体大声疾呼 要终结绿色恐怖 此外赖清德老家的 违建风波 也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终结绿色恐怖 终结绿色恐怖 据台湾TVBS电视台报道 24号是台湾地区 秋斗的最后一天 有超过25个劳工团体 集结游行到民进党 2024候选人 赖清德的竞选总部 他们找来铃车 沿路演奏哀乐 象征为绿色执政送终 甚至在赖清德竞选 办公室旁的 民进党中央党部楼下 列举民进党争议事件 写下赖竞选拥树 我们会到赖清德总部前面 向民进党进行最严肃的控诉 此外民进党2024候选人赖清德老家的违建风波延烧 台媒评论称赖清德的万里老家属于老矿区 本就存在争议 但其竞选办公室团队 包括赖清德本人 从被质疑违建 未缴税 到如今宪兵站岗等涉及所谓违法违规的争议 却都认为是外界对赖清德的抹黑 就是不承认错误 令事件的发酵一发不可收拾 已经严重冲击赖清德的选情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在造势活动上 也忍不住调侃赖清德老家违建一事 打死也不猜 缺乏领导人应该有的格局跟气度 以前有梦江女哭倒万举长城 金剑赖神男 气宝万里为剑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25号上午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创办的 中国台湾研究英文记刊正式创刊发布 涉台研究的近50位权威学者和嘉宾到场参加 刊物是国内首份面向国际传播的涉台英文学术期刊 以阐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总体方略 和中国政府推进国家统一大政方针 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为宗旨 在当前涉台国际舆论斗争非常尖锐复杂的今天 中国台湾研究出刊的正风其实 有助于国际社会更好的 更全面的了解理解乃至认同支持 我们实现中国统一的这个政策 现在呢我们出这样的一个英文刊物 就是想面对国际传播 从学术的角度讲清楚 台湾问题的性质究竟是什么 12月22号晚 200余位在北京生活的台湾学生和青年 相聚2023年喜福会两岸青年歌会活动 当天是24节气中的冬至 在北京市台联的邀请下 台湾青年学子带来了歌曲演唱 乐器舞蹈表演 一同度过这一传统节气 西门丁甜不辣 士林香肠 台式奶茶等各式小吃 也出现在活动现场 台湾2024选战不到三周 国民党台北台中造势场面火爆 被认为选情正在逆转民进党 追平的民调背后 是国民党哪些策略正在走效 民进党面临怎样危机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14万人力挺侯友仪 绿营焦虑蔓延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台湾2024选战不到三周 国民党造势场面火热 被认为是选情正在逆转民进党的重要风向标 追平的民调背后 是国民党哪些策略正在奏效呢 而民进党又在面临怎样的危机 今天就以上的人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市评论员王炳忠先生 您好 桑神好 朱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北京 北京联合大学的周松领教授 欢迎 主持人好 平中兴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选战白热化 我们首先通过一段新闻来了解一下 近期国民党进行的一场造势活动 进一个短片 距离台湾2024选战 还有不到三周的时间 23号国民党在凯道举办晚会 为国民党2024正副参选人 侯友仪 赵绍康大造势 党内重量级人士 蓝营各县市长悉数到场 营造团结气势 报道称有超过8万名支持者涌入现场力挺 侯友仪登台致辞时表示 现在台海变成兵凶战威的地方 反对民进党就是为了不让孩子上战场 自己若上任一定重启两岸的交流对话 24号 国民党在台中市举办中台湾市事大会 现场涌进近6万人 分析认为台北台中两场造势所吸引的近14万民众 也被视为2024选战国民党拼逆转民进党的转折点 这次凯道的造势活动 尽管天气比较冷 还下着雨 但是我们看到场面是异常的火爆 那么据您了解 都有哪些蓝营的重要级人物出场 同时侯友仪在现场又发表了哪些主张 应该说这一次的凯道造势活动 蓝营参加的大咖非常的多 也就是国民党内的主要的代表性人物 都参加了这场造势活动 比如说像朱立伦 马英九 萧万长 因为马英九 萧万长是 从2008年到2016年执政的领导人 所以他们比较有指标意义 本身就意味着上一次执政的团队支持下一任 马上就要选举的这一批团队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精神 一个说贯穿其中 本身也表明了国民党在支持过程当中 非常精心的一个打造 再一个像王金平 大家都知道 王金平也是国民党内重量级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在国民党内 一直起到了蓝营统估的作用 因为他本身非常善于团结很多的朋友 所以使得本身存在着 这样的一些矛盾的一些人 经过他的这个撮合 很多就都团结到一起来了 那么这个也非常重要 另外像已经列为不分区民代表的 第一名的韩国瑜 本身也是国民党内 现在是非常有战力 非常有指标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 另外向国民党执政的14个县市的县市长 县市的议长 都来参加了这个做事活动 应该说这一次是非常的齐整 而且是展现了国民党团结的这种力量 展现出国民党的这种 为了选战这股气势展现出来了 那么这在以往相比较 相比较而言 现在应该说是选战 推到了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高潮 第二点就是 侯友宜在现场的这个 既冷静又直白 直抵这个绿营 一系列的直追其心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追问 应该说也是引起了现场很多朋友的共鸣 引起了很多支持者的共鸣 也引起了这个电视前面的 很多的这个观看者的观众的一些共鸣 就是他一直就在提出来 这个民进党 你敢不敢冻结台独党纲 你敢不敢终结台独 你敢不敢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个一个问呢 明显啊 这个说已经在前面的辩论过程当中 已经在前面的一系列的 跟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交锋的过程当中 都提出来了 近期蓝营的支持度呢 才是快速的提升 那么再加上这一次声势浩大的造势活动 更有舆论分析认为说 这是国民党拼逆转 民进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秉中你怎么看 的确 我们看到刚刚过去的星期六 也就是12月23号的晚上 在台北啊 蔡英文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那么现场啊 侯康佩举行造势活动 拥入好几万人 国民党宣称高达8万 那么虽然我们说 国民党有基本的组织动员系统 台北呢 更本来就是国民党的优势地盘 但是呢 当天台北是迎来冷嗖嗖的寒流天气 而且空中还不断的下着雨 所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场面 确实呢 是相当难得的热烈的场景 那么在隔天12月24号 在台中 其实王金平呢 也给侯康佩举行了造势活动 现场啊 也拥入了好几万人 所以可以看得见呢 在中南部原本呢 有一些对侯友谊 有些意见的地方派系 现在呢都已经回归 支持侯康佩 那么更重要的是啊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 我们看到当时侯康佩 刚刚确定这个组合 所举办的首场的造势活动 选在我的故乡 就是台南 我们知道台南是绿道出尘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 是深绿中的深绿 可是当地呢 可以容纳两万人的场地 结果啊 还坐不下 还爆满 那么包括在12月23号在高雄 其实柯文哲 也有一场造势活动 那么现场啊 至少呢是拥入了两三万人 那柯文哲阵营呢 宣称高达五万 所以无论呢是蓝营 还是白营 在中南部 尤其在民进党绝对的本命区 他们长期执政的台南高雄 现在看起来绿营的这个选票啊 都在松动 所以我们说呢 现在呢在造势过后 迎来了就是啊 这个民进党的选情不断地往下跌 那么国民党看起来 要逆转胜的一个转列点 这个转列点的出现呢 倒不是说因为办了造势 所以民进党的选情呢 就被重创了 而是说在造势之前 其实呢就有很多的事件 让民进党的这个声望呢 这个声势呢 在往下掉 包括呢就是赖清德的违建 赖皮疗风波 那么现在大家网友啊都说 赖清德的赖皮疗 就是那个大违建 而且呢他现在已经不只是违建问题 包括呢是这个土地怎么来的 为什么可以把矿业用地的公有地 变成是赖清德自己私人家族的用地 包括为什么可以违法滥权 而且还动用到台湾特务机关的安全人员 去给他看家护运 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赖皮疗 原本是民众党呢先主打的案件 如今呢国民党许多大咖 包括赵少康 包括马英九 也都在不断地呢 在强调这个赖皮疗 所显现出来民进党特权滥用 违法乱纪的问题 那么再来呢是近期我们看呢 在台湾呢这个选务机关 也公办了几场的这个证件发表会 那么呢不只是赵少康 本来就很犀利 连侯友宜呢都改变了过去呢 给人感觉很温和 不够硬的形象 现在呢也犀利地批判民进党 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呢 现在我们看到民进党的选情 不断地往下走 而国民党看来 有机会逆转胜的原因 的确连台南这样一个铁票舱 都已经难以稳固了 可见民进党的执政 是多么的不尽如人意啊 那么前面也分析到了 近期这个民调 国民党的民调上升得非常快 几乎呢已经是逼平了民进党 所以从目前的这样一个状况来看呢 有舆认为说 这证明国民党 他们所使用的选战策略 很多的政策 是选对了 打对了 是郑重民意的 您怎么看 都有哪些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侯康佩 我们可以看到 两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就是侯友宜啊 非常稳健地打 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一个主张 而这个赵少康呢 则是非常犀利地打出一些议题 非常明确地质问 这个绿营的候选人赖清德 相关的一些一些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呢 应该说都引起了群众 非常浓厚的兴趣 就是这些问题 怎么样去解决 调起来了这个群众对于一些问题的 一些基本的一个兴趣 然后呢 这个刺激了大家呢 进一步地追问相关的一些问题 怎么去解决 另外呢 像马英九 王金平等等这些人 也都在不停地对于这个 侯友宜和赵少康的这个组合呢 进行了这个加分 像谢龙健啊 在南部地区啊 也开始逐步的加分 可以说为下一步啊 这个在南部地区逆转战局啊 也做了相当充分的一个准备 怎么说呢 那就是这一次一个是稳定好基本盘之后啊 国民党的团结气势 基本上打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应该说是 使得国民党的内部的一些人士啊 这个激情高涨 认为这场选战要继续地打下去 继续地追下去 未来恐怕这个 很有可能会打一个逆选 这个逆势的一个翻身仗 打这么一个翻身仗 所以对他们来讲呢 这个基本盘和团结的问题解决了下一步 进一步地这个展现出来呢 会对自己的这个 这个基本盘投票啊 这个投票率的提高啊等等 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第二点啊就是 应该说这一次啊 尤其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国民党打 民进党的相关的一些议题 打得非常的到位 而且节奏吧 也打得非常的准确 把很多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全部的这个展现在 在聚焦赖清德的相关的一些问题上去 尤其是违法乱纪的一些问题上去 尤其是这个民进党执政失败的一些问题上去 尤其是民进党内部的贪污腐败啊 政商勾结的很多方面的一些问题上去 还有呢 像赖清德当年在台南担任这个市长期间啊 为了搞这个铁路建设 然后呢 把人家周围的合法的建筑啊 一律的全部都拆掉 90多岁的老太太 说让人家搬家 立即就必须搬走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打法呢 越来越犀利 使得岛内的这个民众啊 讨厌民进党 希望政党轮替的这个氛围 这个民意啊 在逐步的上升 应该说这都是国民党打对了导致的结果 是的 是这样的 总之国民党呢 这次不但从上到下 高度团结一致 对外形成了合力 而且如您所说 他们所使用的这种选战的战略战术 都非常到位 可以说招招呢 都打到了民进党的痛点 特别是刚才朱教授提到的 近期赖清德老家违建风波呢 更使他的民调快速下滑 我们继续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2024选举前夕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 新北万里老家违建争议 持续延烧 台湾TVBS日前公布最新民调 显示民进党赖消费 下跌三个百分点至33% 国民党侯康配为32% 蓝绿差距仅剩一个百分点 民众党科营配则为24% 位列第三 之前我们看到 在三位候选人当中 赖清德的支持度 一直是遥遥领先的 所以也有舆认为说 恐怕这一次绿营又会躺赢 但是现在蓝绿之间的支持度 已经在不安全范围之内 几乎是追平了 那么发生如此大的逆转 再加上这一次国民党火爆的 这样一个造势场面 您认为是否已经对民进党的士气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呢 明正 那么在最近我们说 台湾选务机关 按照规定举办了几场的 电视证件发表会 除了正的候选人 包括他们的副手的人选 都去做了电视证件发表 那么未来还有民间的各大媒体 将会合办电视辩论会 那么这个都会持续的影响 我们知道 其实通过了几次电视证件发表会 看到的这个趋势 就是民进党持续往下跌 国民党在网上走 这个包括是TVBS和联合报 这一类是传统老字号的 媒体民调机构 他们所做出来的民调的结果 赖销配在33%或者31%左右 侯康配在31%或32%左右 也就是赖销配和侯康配之间 差距几乎只有一个百分点 或者根本打平了 那么其他像有些网络媒体所做的 这个赖销配虽然仍然领先 但领先的幅度也只在5个百分点以内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已经进入到了 我们观察民调 大概看得到的一个趋势 叫做黄金交叉的发生 也就是蓝绿现在陷入到胶着了 那么未来可能还会有西瓜效应 也就是西瓜微大边 很多人原本是看民进党 好像稳着一定会选上 所以靠向民进党 现在觉得下架民进党有机会了 开始有一些讨厌民进党的人 对民进党有意见的 会去考虑选择比较具有胜算的组合 来下架民进党 那么此外我们看 在年轻族群当中 这个民调机构也做了一些分析 发现就算是年轻族群 虽然侯友宜是比较偏弱 赖清德是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但是这个好现在也在松动 也在这两个礼拜之内 不断的民调是往下走 而侯友宜在不断的往上升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民进党做了一个事 就是通过所谓叫民进党人士指出 向媒体放话 说某位民进党人士透露 民进党内参民调显现 赖清德赖这个侯友宜 仍然超过八个百分点 我想过去民进党很少做这种事 所谓的内部民调 到底从哪来的样本有多少 这个放话的民进党人士又是谁 通通没有具名 显然就是为了安抚士气 所以可见民进党确实感受到 他们的选情备受冲击 说到选战 虽然不到最后一刻 胜负都是难以预料的 但是毕竟现在距离最后的投票 就不到三周时间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选情能够发生如此大的逆转 想必赖清德是非常着急的 那么这一阶段 他都采取了哪些应对的措施 您认为效果怎么样 这段时间之内呢 民进党内部的问题也非常的多 那就是涉及到相关的 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 就是赖清德专门搞了一批人 来维护自己的这个公僚 那么这个调动权到底是谁做的 可以看得出来 在撤退的时候 有些问题展现出来了 因为撤退的时候 是找了一批军官 在那里拆卸相关的一些设施 设备等等 这些按照正常的程序 不应该是这么去做的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最后下命令 让这些人撤退的时候 这个命令是非常仓促的 而且这个撤退是非常狼狈的 可以说民进党内部的人 知道得非常清楚 动用这支力量 去维护赖清德的这种非法的维建 本身问题非常大 那就是用公堂 用所谓的公权力 来为自己作威作福 为自己愚入百姓 为自己去违法乱纪 用公权力去做一个捍卫 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 应该说进一步地 被岛内的民众认识和追打的话 恐怕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是非常非常大的 会影响这选举的结果的 那么另外呢 涉及到民进党自己打的一些牌 自己恐怕也不相信了 说国民党上台以后 两岸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和平不可能是通过国民党 这个想两岸协商那个方式 和平谈判的这个方式来解决 而是只有加强武装 才能够维护和平 这些其实等于老百姓知道 自己糊弄不了自己 而且选民也越来越不相信这个点 所以说现在 今年这个选举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最后他打两岸牌 打这个所谓的抗中牌 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奏效 就在于这些 对老百姓来讲基本免疫了 而且呢 对于国民党来讲 对于侯友一和赵少康来讲呢 把他的相关的一些 这个可能要引爆的雷 引线早给他拆除掉了 没法引爆了 所以说呢 岛内的民众也知道的非常清楚 现在的民进党 就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烂透了的一个政党 所以说贪腐的问题 这个继续打了相关的 这个抗中牌 这个台独牌 就为自己凝聚选票的问题 历史上一直存在 一直这么走下去 而且每次骗票都成功 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地步啊 其实岛内的民众越来越清楚 所以今年发酵啊 也不是很到位 民众要的是和平 而不是战争 那么既然结果早就明确了 为什么到现在临近选举了 民进党的这些政客 还是充耳不闻呢 秉中 民进党施政无能 只能够靠意识形态挂帅 来稳定它的统治治理 以及呢来打选战 所以你知道民进党呢 它重要的两大意识形态的神主牌 一个叫反核电 一个叫搞台独 台湾明明缺电 它也要来废核电 甚至呢利用这样呢 还可以搞出个光电产业 结果呢是自肥自己人的 贪污舞弊的弊案 那么搞台独更致 民进党呢当然明白 台独会让呢 两岸关系不稳定 但它仍然利用 大陆对台让利的善意 从大陆市场赚进大把的钞票 再拿去孝敬美国人 买美国军火 而且民进党政客呢 在这个军火产业链当中啊 也等于呢扮演一个 琴客的角色 又能够分食啊 这个军火的利益 所以台独呢变成了是 民进党的一门生意 是既能骗选票 更能赚钞票 那么现在民进党的选情 面临危机了 所以它更加会加强 意识形态的操作 我们看包括赖清德 和肖美琴最近呢 这个在电视证件发表会上 就公开的恐吓台湾选民 说如果民进党被下架了 那么呢台湾就要回归 依赖大陆市场的义中老路 那么他说啊 好不容易我们摆脱 对大陆市场的依赖了 还要再回去吗 问题是民进党执政这些年 台湾哪有摆脱 对大陆市场依赖啊 就是靠大陆市场 台湾才能继续维持啊 通过这个出口 来赚进大把的这个顺差 那么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又说我们要有实力 我们要备战 才能备战才有和平 问题是呢 台湾加强和美国搞军事勾结 只是把两岸关系搞得更紧张 去挑衅大陆红线 到现在台湾还能拥有和平稳定 当然是靠大陆的善意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 侯康佩呢终于追赶上了赖消佩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也随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国民党能否在最后时间保持局面 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 再次感谢两位 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 谢谢民众 谢谢桑辰 朱教授再会 观众朋友再会 谢谢朱教授 谢谢 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 这一期海峡两岸 下期再会